近期 為解決能源緊缺危機 中共放開煤炭開採 讓煤炭市場火爆 不過河南平頂山老礦區的礦工 卻只能感嘆來得太晚 當地的好煤已經早就採光了 在河南平頂山的一個老礦區 一位老礦工正站在劣質煤堆上 想從裡面挑出還可以燃燒的煤炭 這些煤質量不高 但可以賣給一些小企業 這也都賣炸煤了 也要稍稍再量量賣個短廠的小短石了 近期 大陸能源供應短缺 將煤炭價格推升到創紀錄水平 這對煤炭行業來說 應該是個好消息 今年煤炭行情上漲 河南的供應商確實很想多產一些煤 但是由於煤礦安全等條件不夠 今年6月 河南至少有8名工人死於礦難 另外 對老煤礦產區來說 好事來得太晚了 經過一個世紀的過度開採 這裡的煤炭資源幾乎枯竭 同時 對當地的環境 已經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破壞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上鏡綜合報導